又有一名冒充敦豪快递公司DHL员工进行电话诈骗的嫌犯落网 警方相信这名嫌犯至少涉及六起骗案 涉案金额超过了12万元 嫌犯将会在今天被控上法庭 警方发表文告指 他们在这个月4号接到报案 一名32岁的女子表示 接到一通自称来自DHL的电话 说她的包裹因为含有唯利品被中国海关扣押 来电过后被转接到另一个号码 当时女子的手机显示电话号码为999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警察 要求女子提供个人网上银行资料 受害者随后发现自己的网上银行户口被人非法入侵 大约36000元被转到另一个不明户头 警方展开调查后 星期一逮捕了一名23岁的男子 这也是我国警方近两个星期以来 逮捕的第四名DHL诈骗案的嫌犯 警方表示我国目前的电话诈骗案有上升的趋势 骗子的招数层出不穷 不但会冒充警察增加可信度 也会利用科技手段修改来电显示 警方因此再次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不要接听可疑电话 或者在通话当中透露个人和银行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